中共中纪委副书记杨小杜 今日当选为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新任监察委主任杨小杜 与刚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军 两人曾协助王岐山 共同推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的反腐运动 外界普遍认为 杨小杜在习王反腐的这五年当中 对打击江派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次修宪监察体制的改革也是重要的焦点之一 杨小杜是中共红二代 其父在中共建政前曾为上海的地下工作者 杨小杜在兼任监察部长后 成为两会部长通道的常客 经常回答媒体反腐的问题 而己身技检 试图串身 杨小杜去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并成为中纪委常委 以及排名第一的副书记 当时便引起注意 如今杨小杜接掌国家监察委 可能是中共党内早已有的安排 新闻时事报记者 陈玉山整理报道